現代年輕人都沒有這樣感覺 但問題是不可能 你如何在教育上令到他對自己的國家民族 有那種感情很困難 先教中國歷史 第二,那些父母也要解釋 他也在搞國民教育,一批事 看日影人,看甚麼人要做 不如人人都做特首,你要聰明才行 最少你有能力才行 叫他做教育的,你要有能力才行 你沒有能力,一定做不到 要知道我和毓敏有擦出火花 請收看毓敏回客室 毓敏回客室,逢星期六,10點至11點 互觀選特首,當然很多人都有所期待 但他能否入閘呢 毓敏回客室,看完後你就知道 毓敏回客室,逢星期六,10點至11點 見國營集班,主持鄭松泰,跟文芝 大家好,新年快樂 回到我們逢星期二晚見國營集班的時間 今晚有我鄭松泰,跟文芝,今晚是直播的 今晚我們是不會說立法會的事情 因為是沒有話可說的 因為剛才開會 是否整個議會都還在一個放假末 是呀,雖然說開會 但其實裡面說的內容都是施政報告的 正如殘肢 而且現在沒有人理會 因為大家都在等著究竟新特首是甚麼人 甚麼人入閘,甚麼人會出來參選 長毛又說明天會出來去參選 不過我們還是不要說這些事情 不是呀,我說 不知道怎樣去說 是不需要說的 因為毓敏上個星期是看麥克風 已經外交了一次 是嗎? 說我們真的集中這個節目 說回這個節目說的事情 即是你說在毓敏產場 那他的間接區 你另外再做多一個 說回議會事務的節目 那他就迫我開多一個節目 那我自己直播 想想時間直播 因為我沒有時間 我今晚呢 而且也要遇到一段時間 動物踩場是會做下去的 其中預設了一集 是我跟你一起一起 即是你說教主放假這幾天 這幾星期 總之他是外遊這段時間 這兩個星期之內 甚麼時候呢? 我甚麼時候做呢? 應該是最後一 即是下個星期一 那我跟你跟誰 阿泰 不不不…四眼 我跟四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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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未跟四眼 我不是跟四眼 做過一次節目 先別說 那到時議會的事情 地區事務的事情 或者那時候回應時事 那些事情 就一致爆了 我不是 那時候不是說一些 因為二月底 二月公民 應該我們計劃 開一個第一次的黨員大會 所以應該是計算兩個星期之後 都應該差不多時間 都大概說一說 一些組織上的事情 行行說一說 沒甚麼意思 大家都知道我們想做甚麼 好 今晚還是說一些讀書的事情 讀書的事情 其實都是間接回應美國政治的事情 但是要將一些 到底那些政治矛盾 是所謂何時 希望盡可能去 有系統的解釋 那 動穩他去美國 共享天爐這段時間 其實又帶起一個新的問題 因為有部分我想說的事情 就會在英文系統那裡說的 我是想著 本來是兩集的 就是我跟國師加起來 陳道說的 因為那些事情是牽涉到一些邪教的東西 那跟你說的話 我覺得 那個配合那麼古怪 是的 即是你加國師加陳道 是 陳道他做甚麼 討論一下到底 Donald Trump和他後面一位 一些人都說 他是一個最重要的心腹 叫Bernard的人 到底他是不是真的可以想 復興邪教文明 即是有邪教文化顛覆 這個復興環下的美國版 到底是否可以成功 到底有沒有這種事 問我 我知道 問是復興美國版 是不是很難說 對他正直來說 簡直是回到中世紀 回到中世紀 問是復興美國版 那是否有解 我當然知道 我的意思就是 既然是這樣 我現在留給你和陳道 和國師傾 他在學好讀 甚麼呀 甚麼時候 應該是下個星期一二兩集 OK 因為你說中教那些 我沒有甚麼 你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你沒有讀過教育的學校 我讀過很多學校 我讀過很多學校 但是中學還是小學 中學 中學 都可以回答嘴 但我全程是去騙腸仔蛋 吃飯 騙飲飲 我才有關 其他都沒有關 即是你沒有心所在的 聽彌撒 有啊有啊 等一些兄弟死的時候 然後去殲養為陰 那些 我最記得是 死了 看一看 那證明我這個安排的 正確選擇 那不就是雞同俠狗 你不知不知俠狗 完全不懂 其實大家也不記得我們在說甚麼 我們其實在看一本書 本書是Post War 尤其是 其實是講思想事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非常精彩 我忍不住 即是 我將這集變成一個讀書會 即是你現在還在讀 我將這本書的精華講出來 這樣 我還是講到 即是我看到的七八十年代那一段 是 剛剛看完《蜜頭浪國佛》 即是你在看這本書 一直都在刨 因為那本書是浩文賣的 我不想變成了 最後就是英州 快一點 我沒看過這本書 我另外再買 我還回給浩文之後 我另外再買 那本書叫做 The Seduction of Unrecent 這是另一本 十二、十三、十四 但是十二多一點 十二多一點 十二、十四 其實集中回顧整個西方的社會家政治指向市 六十到七十年代尾的整個政治指向市 尤其是六十年代尾至七十年代的變化 但是阿勤剛才也有說 就是希望透過那幾集 可以梳理現在美國社會面對的文化矛盾 整個文化矛盾是怎麼來的 那其實是跟整個六七十年代尾的市場 跟歐美的整個思想市是有關的 OK 那我們又開始吧 他一開始就說 他覺得很划算 他說1960年代是理論 大放肝亡的偉大的時代 那麼他的理論打了一個括弧 他說這句話的真意又必要釐清 當然不是說當時生化界天體物理學 或者是遺傳學界正在進行 而真正有劃時代意義的工作 因為非專業人士大體都被注意這類工作 我相信他說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例子 當時發現了DNA 其中一個例子 也不是說歐洲社會思想史上的復興 二十世紀中期末產生 哈卡爾、孔德、馬克斯、米勒、韋伯 道爾國之流的社會理論大師 理論也不當 因為這些大師其實之前已經全部出來了 因為這一群大師 其實他們所謂的理論 不是以前那種古希臘的知何層次 他所謂的二十世紀中期 其實沒有參差剛才那一群重的社會理論大師 他說Kuru的理論也不代表自學 因為當時西歐最出名的自學家 例如羅素、阿斯培、馬丁、海特加、沙特那些 不是死了、老了 就是投入其他領域 梅立旁替他們都是在那段時期 後來 梅立旁替在九十年代的時候都開始輕過一期 尤其是那班 輕官的可能 專教女性 可能跟一些兩性研究有關的人都會找他 然後說回一些東歐的頂尖思想家 除了他們的國家之外 甚少人知道這些人的存在 其實要說一下這本書的作者 其實有一件事他有特別用 他曾經是真的走過去東歐的高等學府 做過研究 而且他是學過紫黑話的 他是真的可以看到他們的原文是說什麼 所以他在這方面說話可以說得很大聲 所以你說其實那些本書 Post War 在章中那裏 其實是一個理論的回顧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片像 而他自己也活過在那些六十年代 所以他是特別有發言團 那些事是他全部有份經歷過的事 那些六十年代沒有 那些六十年代 剛才剛開始講的一堆引言的理論 是我讀書的年代是最吸引的人 是最紅的人 但他講這個範圍很划算 他用一個很冷嘲熱縫的口吻來回顧 他自己經歷過那個年代 那是他那代英二朝世代的人 是很懷念和浪漫化的 但他整個範圍在一大盆冷水 懷念和浪漫化 為何是說那個理論是co and co 因為一講到這些時候 大家有一個印象 讀理論的人是更厲害的 發明理論的人是開宗立派的人 發明理論和講自己的研究 或者要利用華夏的說法 叫做自成一家之言 做到這樣是一個最高榮譽的 理論家 所以其實在這一篇的篇章 為何一開始是有意思 因為 下一段他解釋 為何是莫為之理論大放光亡的偉大年代 其實他解釋的原因是 在大學大幅擴張而期刊雜誌 港師迫切追求有新聞價值提材的時代 對各式理論的需求的應運而生 推波助瀾的因素不治 不是以莫改善的知識供應而是無法滿足的消費性需求 其實他之前有個chatter說過 嬰兒潮是令到 那時突然多了很多高中生和大學生 政府迫著要將原有大學的校園擴充 要不就令到新的大學 他那時還說了一點 是拉了一點建築學的東西 雖然今天邦力層不在 可能他會馬上說什麼 他說那些大學新的校社 或者是一些擴建的校園 他完全是用一些最功能式的現代主義的建築 甚至那種叫做殘酷主義 但是學生住在這些地方 他們覺得很抽離 我覺得會有一種很疏離的感覺 而開始那種是對校方不滿的其中一個根源 是導致後來為何會有這麼多風起雲湧的學運 但是未去到那個 你剛才說的那個項目的時候 這一陣對於理論的渴求 那個需求其實是一個很微妙的狀況 因為二戰之後大家是有空了 大家有空了就是那時候不是打仗 那你找些東西出來說的話 是生還了大戰之後那一代人 是的 因為馬歇爾的計劃和後來他們重建的緣故 突然多了很多工作崗位 當時找工作 開頭就是 英二朝的父母那一代 生還了一場大戰 通常很容易找回工作 然後他很容易就可以積累財庫 然後重新過度做 為什麼說那個需求跟整個歷史的戰爭背景有關 就是二戰之外 總之沒有有關 你要重建又一重建又一 那他最需要有什麼人 最需要有些人是KOL 其實KOL這個詞語這樣說是不對 但其實這個都是opinion leader 多了有人接受了大學教育 他們真的會有些意見領袖出來 意見領袖 真是會懂事的意見領袖 是不是人都這樣拿出來 其實當中有一個很有趣 是在後期七十年代 然後是紅Q氣來的 那個就是Foucault 他後面也會說 為什麼這個 但不要那麼快跳下去 跟著那兩段他提 首先當紅的理論是什麼 他提一件事叫做連鑑史學派 那件事很有趣 因為他後來再推到下去 因為他說連鑑史學派 是他慢慢衍生一件事的結構主義 因為他們的歷史觀就是 用一個長時期去觀察 用一個紅官的視野去觀察 整個歷史的趨勢 而他們得出的結論通常都是 其實這個其實是馬克思維惑史觀重新包裝的 他會覺得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歷史潮流 人的主動性其實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其中他這個整齊的名字 其實你未必要讀過這些這麼時務的學術 都會認識到這種東西 如果你看過黃仁宇 黃仁宇其實就是受這種思潮影響 黃仁宇的萬歷神 他經常會說中國歷史的趨勢 是有一個長期的合理性的 那個是甚麼來的 他當中有一個說法 是說那個是歷史習慣 當然黃仁宇的個案 他又將整個中國的現代化成功 然後失敗而言 就看看可不可以收穫自古地 不是啊 但也是他吸引的地方 因為他整個東西是容易拿捏結構 你拿到那個結構的結構 就明白 其實黃仁宇 他的萬歷十五年 在這一套的方法 放進去看歷史的名字 整個名詞 應該用這個方法來研究 但在這篇文裡面 他忍那個人 其實這篇文可以這樣下去批評 在今天就沒甚麼 大早那十幾二十年 他一定會被人借到趴在那裡 因為他譬如去忍 再早一點 但他寫的那時候 都是十年前的事 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一定被人借到趴在那裡 二十年前就很大膽 大膽 因為譬如你說 因為他堂安堂 他重要的就是李維史堂 李維史堂 幾年前過世 李維史堂老師 李維史堂我想是台灣逆法 有時香港 但香港也是 李維史堂 李維史堂 李維史堂老師 因為大部份他的中譯作品 都是台灣推出 是 大陸就列為李維史堂老師 李維史堂這一個 他在這裡這樣開名去說 譬如他那個說 他說 譬如 由李維史堂領軍的文化人類學家 接著 他在這裡研究成果 針對不同社會間的變異 差異提出全面性的新解釋 還要的不是可見到 社會的實踐還文化精猴 而是內在本質 人類世界的深層結構 這一個東西在下一段 就是 這一後來人稱結構主義的學說 魅力逼人 即是 你用中文看起來的時候 就好像沒有什麼在稱讚他 但他後面有一段才是拿命 後面是拿命 他不會受以經驗為依據的 測驗或者反正影響 結構主義絕不能證實為錯 結構主義的主張大有打破 尋覆的紅心 加上 者不能含入矛盾 特色的大受歡迎 任何事物都解釋成 數種結構結合 有法國學者形容 結構這個字 變成當勢的關鍵詞 但這個東西 他用回卡普普那種 即是科學還是科學 因為他可以被證毅 他就是彈結構主義 是不能被證毅的學術 所以他在這裏 這就是魅力學術 所以不是說 我看前面的時候 你以為司徒去那個評價 魅力逼人 是在稱讚他 後面那一刻 那一刻的批評 就是說他是一個魅力科學 就是不能去否證 因為他不能陷入一個矛盾的特點 所以令他拿大 怎樣說都是對的 然後結構主義就是浮欄 任何各個學科都在說 這個有結構主義 被受結構主義的影響 歷史、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 最後剛才你說了一件事 因為開始 因為歐洲的電視台 他比較高級 他不會不斷玩掌門人類節目 找一些學者去講講 當代事發的趨勢 而Turn out for Coen 他應該是一個在鏡頭前面 他不會在鏡頭前面 他可以在鏡頭前面 他可以跨跨其談 然後觀眾覺得他說話 很頭頭是腦 那他學起來了 Foucault其實是 Foucault其實是 你說那個 在我們現在2017年 批評他的話 就好像 有些 怎樣說呢 有些好像後見之明 其實是 但是 其實在華文圈子 都有類似的現象 嗯 就是 等於我們曾經都迷過梁文道 甚至 有一段時間 我是會追看這個 鳳凰衛視的 鏡頭三位行 神經病 用梁文道來比較 就誇張了 其實那條路 差不多 我猜他自己也意識到 他在走那條路 不是 我覺得他是刻意 當然 當然 他們 我 這個 我戴回頭盔 我的評論 我的評價是有點無段 我覺得 他們那一代的評論人 在這個範疇上 是 Foucault是模特兒 是的 學Foucault 你有幾個人是 譬如 梁文道 早期少少有些 譬如有些 我的同事 譬如學了兩位 也是 也是 然後 小家津 這個比較後來 繼承了一本 你留意一下 譬如他們那些 糧款也是 不過他上電視是少些 糧款程度是少些 糧款 他們這一集文都是這樣的 還有誰 甚至我可以 在國內抓一些 剛才我剛才說 爺教的東西 你比較外紅 我都可以說一下 梁煙成最初紅的也是一樣 他在這裡開始講一些 流行文化批判的講座 後來我才發覺 其實他整套東西 那套 那套 南韓文化批判的套路 其實是 法國科科學派的 不是 異議 但是 80年代的教會 環教會是超級古版的 即是比現在更古版 更古版 不是 那件事是易入口的 他說這些東西 就變成紙次一加倍無分點 當然 你說是香港的 香港的 為什麼有這些紙次一加倍無分點 被人家批評 那個肥佛 齊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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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 他是繼承了這種 一個學者和一個大眾傳媒 可以無縛連接的 但當然齊塞克 齊塞克就是搞流行文化批判 他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將一些很後現代的東西 但他可以用一些日常生活的例子 或者流行文化的例子來 但齊塞克有一點不同 跟佛高的套路有一點不同 他其實是一個 這是你的後話 他根本就是一個 後後現代的學者 不是 他是一個批判後現代的學者 批判後現代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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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篇文章 他的落腳就是結構主義 我們不只是看這個項目 因為他的篇文章 他一下落到去的時候 就是把結構主義的一件事 扔進去整個國際關係 或者是叫做世界格局的學說去討論 最後一個結構主義就是 結構主義就是 乃是將個人和個人的主動作為人類事務 上作用 貶到最低乃是否用的一隻作用的人 其實這個其實是 馬斯主義為惑史觀的一個謝斯環文 他覺得歷史潮流很蕩蕩 甚至他很蕩蕩的地步就是 一些歷史上的偶然事件 或者某些大人物 他可能做一些重要的決定 其實他做了一個不同的決定 其實最後所有的潮流都不會被外面 不是的 但是同時的就是 你說Post War 作者有一個評價 就是說 你結構主義其中一個 就是剛才也是剛才那篇文 為什麼會說 就是他沒有辦法 用實證或者經驗去反證 或者去檢驗呢 帶出來的結果他有一個評價 這個評價是很重要的評價 作為對人類經驗的解釋 凡是依賴人類以無從選擇之結構的命運安排的理論 都會受阻於自己的假設 結構主義在知識上具顛覆性 在政治上卻是被動的 他根本是命定主義 是啊 他不是命定主義 我講的 在神學上等於嘉義文主義 嘉義文就是一個預定論 預定論就是覺得 上帝創造了天理默默之情 他決定哪些人可以得救 哪些人可以不得救 但是那個年代對於結構主義的討論 是怎麼說呢 大勢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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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在二戰之後 對於六十年代 譬如那些年輕人 年輕一代 要理解世界的話 他最容易去切入的 就是由結構主義的學說去切入 譬如你說舉例 那時候比較成行 六七十年代是沙特那些事情 然後後來切入去討論 那怎麼辦呢 沒有 怎麼說 帶出的結果 其實跟馬克思那些理論 都是差不多 不過他捂了你的剃圖 捂了你的剃圖 叫做技巧主義 還有你說 後來Kalbaba 其實再早一點 他寫了一本書 叫做歷史主義的頻率 其實是批判這些東西的 就是歷史主義的 我們有時候 我們無可秘密都學到的 例如說民主潮流浩 順之則相應的歷史深 孫中山都會受到這件事的影響 但是這件事 對一般分子的誘惑很大 就是會覺得 我們是站在歷史上正確的一邊 我們的敵人是站在歷史上錯誤的一邊 他們最終都會到進歷史的垃圾堆之中 這些事情 我有時候 有意無意間 我可能都會說出來 不是你說這樣 還有有一件事可以說回來 有一次克林頓訪問中國大陸的時候 他是真的這樣跟江澤民說 你們是站在歷史上錯誤的一邊 那時候陶傑他說 其實這是一個很不客氣的說話 但是很奇怪 那時候江澤民又不馬上反駁他 江澤民是說什麼 沒有了 共產黨員一定知道這件事是說什麼 假設江澤民熟讀這個毛澤東思想 除非他讀過馬克思 他知道是怎麼回事 這件事其實本來可以變成了另一個版本的廚房面論 廚房面論其實是一個六十年代初的時候 那時候尼克遜還是 不是五十年代尾 尼克遜還是做了副總統 那時候訪問莫斯科 那時候是有一個類似工展會的展示會 是有一個美國的Proof 就是展示美國的消費品 而克魯曉夫下來 就跟尼克遜辯論 到底是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 就是垂施進了副總統的生產力 還是共產主義的兩個是這些問題辯論 那兩個是在廚房面論 其實那個是示範單位的廚房 不是真的廚房 那些很典型美國中產家庭的廚房 那些很典型美國中產家庭的廚房 我聽了應該是 剛剛我今天看了新的那套 那套無形影機器 其實那套戲裡面也有一個對白 都對應了一件事 好像是太空人和黑眼女主角說 蘇聯可以做到 讓我們先做到衛星 但為何他們做不到一個可以封順的雪櫃 那大家聽完這句話之後 大家都在笑 我只是在那套戲裡面 是這樣的對白 但其實廚房面論是說一些很類似的說話 OK 我們回來了 講一講 因為剛才阿敬有提到一件事 他說說到沙特、馬克思等 其實這一章 為什麼會說有一個這樣的主角 因為這一章的題目已經是郭阿伯 即是那個章的題目 叫做革命的幽靈 這個其實就是共產黨宣言 對,共產黨宣言 對,共產黨宣言 也是配合 形容整個六十年代的風氣運動 和社會運動 有一點像共產黨宣言 寫的一百四百里那場歐洲大革命 這個也是拿回馬克思的幽靈 對,歐洲票堂 然後有一次在立法會辯論 有一次是有九個工聯會的成員 也會用回這句話 好像是 是一個港獨 是,黃國興 黃國興 他講回這個一個港獨的幽靈 港獨的幽靈 是,我經常看到他 我經常看到 我經常看到 然後就給他一個吻疾 馬克思寫這件事 用回那個說一個革命的幽靈 在歐洲上空飆動 他是寓言 最後革命是為歐洲成功 後來應該當俄羅斯 歐洲模範 那真的成功了 黃國興 用這句話 你二次創造這句話 你的意思是說 港獨最後都會成功 不是,他的幽靈 在他的腦海裡那些是邪靈 但是他不明白 你那個文化背景是說 馬克思主義永遠都不會離開 整個西方的社會思想 其實這些句話 其實是很顛覆性的 馬克思主義是 馬克思的幽靈 在歐洲上空培會 是因為 在六十年代前後 大家都沒有辦法回應一個問題 就是為何資本主義還存在 結果有很多人宣稱 那時候是否要邁向來六十年代 宣稱為歷史的終結 資本主義是陣營的打勝仗 都沒有這麼快說 沒有這麼快 但已經是有一些討論 為何會這樣 跟著他講下去的事情 我們前一兩集都講過 歐洲的左翼知識分子 去到六十年代 已經覺得很屁股的 因為他覺得我們不可以認同蘇聯那一套 蘇聯那一套 其實那個袋已經臭了 那就找吧 他就開始尋找一些 得落了的左翼思想 於是就是 最早的他說一件事 就開始他們找到一些 在國際共運史裡面 被校內被打成 通常被打成二端 或者是被邊緣化的人物 第一個找到的當然是托派 托洛斯基 他的觀察就是我寫文年 最後那個政治體驗的結論是很類似的 他說最後話 托派政黨其實只是另一種形式的 列寧主義 是 這個也是有很多的討論 就是托派的政黨最終是否所謂的先鋒 用黨領導 或者是比較進步的左翼 比較進步的左翼 但是依然是黨領導去 都是有一種先鋒黨的心態 先鋒黨的心態 就是作為一個相對 相對 也是獨裁 但是同一時間 又好像開明一點的領袖 的角色去運作 這個是 當時 為什麼會說 對於托派的其中一個評價 就是它是二端 但是其實除了托派之外 後來去到譬如史太林 然後去到蘇聯蘇俄的支持者 幾多年了 17多年 但是他二百十九月 最後一句也是很不客氣的 他說對無知於政治的新一代人來說 真正令人著迷的失敗是歐洲共產主義世界 才失去的領袖 藏門有機會在政治上 一切報復的男女 他形容就是 你找一些國際共產主義 去贖敗他 其實是很蠢的事 這句說話就是什麼 但是這個有點像剛剛 剛才的政治網絡的形容 他講到這次 集中說 最成功的政治運動 就是一直可以預設失敗的政治運動 這個當然 你怎麼可以繼續做這個政治運動 最安全的政治運動 不是 對於 為什麼他會說這件事 如果這樣說 回顧香港幾十年來的社會運動發展 在這裏沒有動過 尤其是 尤其是 尤其是過了這次選舉之後 我們選舉之前都會以為 過去這幾年花了很多的功夫 在意識形態上 所謂本土民權 對著民主回歸 對於傳統的繁民政黨 還有現在我們所謂新興的一些 相對激進 或者以 本土的組織感 是有一個 所謂的繁息轉移的 最後 其實有點舊手心平 例如有些人 他現在認識他是一個港獨派 但實際上他那個也是一個 預設失敗的運動 他們沒有真的認真思考 萬一成功之後 你會怎樣做 最重要的是 那些所謂的理論 譬如關於香港獨立 之處理的說法 其實一直以來面對的問題是 他沒有辦法在現實上驗證 也就是譬如等於 過去對於民主回歸論 過去這三十年 如果不是近五、六年 整個本土之類的說法 是興起的話 其實更加現實這樣說 如果不是有2011年的 民主黨組合中原版 就要談判 其實你沒有辦法驗證到 民主回歸是有問題的 是這樣的 但這裡先留一留 第一次時間差不多 我們才回來 再繼續去講 剛才那句 即是失敗男女的說法 好 我們休息一會 這一代的年輕人 不會有這種感覺 問題是 那你怎樣在教育的力度 對自己的國家民族 有這種感情很難 先教中國歷史 第二 那些父母也要解釋 他也要搞國民教育 搞得便宜 看日人 看甚麼人先搞 你不是說 不如人人都做特首 你要聰明才行 最少你有能力才行 叫他做教育的 你要有能力才行 你沒有能力 一鑊一鑊 一定搞不到 要知道我和毓民 有會擦出火花 請收看毓民回合室 毓民回合室 毓民回合室 逢星期六 十點至十一年